大家好。 这次要介绍的是国际纸币协会,IBNS,票选的2009年度最佳纸币,白木达2009年版$2纸币。 白木达,Bermuda,位于北大西洋,属北美洲,是英国的一个海外领地。 白木达,一般只单一的群岛,由约138个岛屿和许多岩礁组成。 首府,汉密尔顿,位于主岛中部,汉密尔顿港北岸。 白木达经济繁荣,依靠金融业和旅游业,以避税天堂和公司天堂闻名,是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。 这个系列钞票由白木达金融管理局发行,德拉鲁公司印制,新系列钞票于2009年2月开始发行,是40年来白木达纸币的首次重大重新设计,版面改为直向设计。 这个系列呈现对白木达的描绘,反映了岛上动植物的自然美景,也反映了岛上的建筑遗产。 来看看票面图案。 正面图案是,蓝织羹鸟Bluebird,也称东方蓝雀,Eastern Bluebird,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。 白木达蓝织羹鸟是化媒科的一员,拉丁名Cielius Cialis。 白木达是北美东半部以外唯一已知有繁殖的地方。 纵观白木达历史,这些蓝织羹鸟数量非常丰富,其种群密度远高于美洲大陆。 当早期定居者通过清理林地以开辟牧场,农田和草坪来创造更多基地时,蓝织羹鸟的数量就会蓬勃发展。 蓝织羹鸟筑潮在海岸悬崖的洞里,墙壁里,屋檐下,以及雪松树提供的众多树洞里。 蓝织羹鸟数量最剧烈的下降发生在19世纪末,当时加麻雀被引入。 这种攻击性强,适应性强的麻雀繁殖迅速,很快就成为白木达数量最多的鸟类。 麻雀作为洞巢鸟,迅速取代了屋檐上的蓝织羹鸟。 杀虫剂及栖息地的减少,其他鸟类,老鼠,蜥蜴,野猫和满虫是导致白木达蓝织羹鸟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。 蓝织羹鸟现在完全依赖潮箱生存。 大多数公园和所有高尔夫球场都有监控不到。 许多私人住宅也设有潮箱。 钞票正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,改以缩小版的形式,这个肖像是英国皇家邮政邮票上出现的头像。 这张钞票的首发官号是一个特殊符号,通常称为洋葱罐,Bermuda Onion。 为什么白木达有这么多洋葱相关的事物? 白木达绰号,洋葱地,The Onion Patch,这种不起眼,味道鲜美,用途广泛的蔬菜已有数百年历史。 洋葱于1616年首次被引入白木达,在岛上生长得非常好,很快就成为了主要农作物。 岛上的洋葱通常成球金状,味道甜而温和。 它们有红色,紫色,黄色和白色。 到1800年代中期,农民开始意识到其作物的价值,并开始将白木达洋葱贸易到美国东海岸。 随着每周洋葱出货量的增加,有时超过3万箱,美国人开始将白木达称为洋葱地,并昵称白木达人为洋葱。 尽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地方作物的取代,洋葱贸易最终减少,但白木达人仍然为他们的洋葱传统感到自豪。 岛上各处都可以看到对洋葱的致敬。 美国著名作家,白木达常客,马克吐温这样评价岛上的洋葱。 洋葱是白木达的骄傲和喜悦。 它是白木达的宝石,宝石中的宝石。 在白木达的谈话,白木达的讲坛,白木达的文学中,它是白木达最常见和最有说服力的形象。 背面图案是,白木达皇家海军船舶修造场,Royal Naval Dockyard,及其中塔,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涅普顿塑像。 皇家海军造船场 英国皇家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失败后建立了皇家海军造船场,英国在哈利法克斯,辛斯科舍和西印度群岛之间失去了安全的作战基地。 白木达很快被确定为大西洋中部的战略要地,可以在那里开发海军舰队的安全毛地以及用于维护船只的造船场,补给站和军械库。 1795年,在岛东端的圣乔治建立了一个基地,但很快就证明不够用,西端被称为爱尔兰岛的地区被海军购买作为主要海军基地。 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站的建设始于1809年,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。 造船场的建设,包括防波堤、防御工事、仓库、车间和银房,是一项巨大的工程,涉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和数千名英国囚犯的劳动。 虽然造船场在很多方面与白木达其他地区相隔离,但它却成为白木达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,在19世纪平均雇用了1000多名白木达人,占白木达收入的15%以上。 作为海洋技术和创造力的中心,造船场为几代白木达人提供了管道、木工和其他行业的一流培训。 20世纪50年代初,皇家海军离开了主要造船场,大部分区域移交给白木达政府,但海军基地直到1995年才正式关闭。 1953年之后,造船场很少使用。 1975年,白木达海事博物馆在造船场被称为城堡的堡垒中正式向公众开放。 到20世纪80年代初,政府开始将造船场恢复为文化旅游目的地,部分原因是海事博物馆的成功。 如今,造船场已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综合体,拥有购物中心、许多顶级旅游景点,包括博物馆和历史建筑、海滩、艺术和手工艺中心、餐厅和酒吧,以及举办游览、水上运动等一系列活动的场所、节日庆祝活动等等。 涅普顿、拉丁语、Neptunus,是一名罗马的水神。 对应于其罗马神话承袭的希腊神话的波赛顿,在希腊译本,涅普顿和朱毕特及普路托士兄弟,他们三个掌天界、阴间以及海域。 涅普顿是马匹的创造者,在罗马作为马神被崇拜,管理赛马活动。 海王新的拉丁名是起源于涅普顿。 图中的涅普顿塑像位于皇家海军造船场内。 接下来看看防卫特征。 1.水印,扶桑花集船的水印图案。 2.正反对应图案,蝴蝶图案正反对应。 3. Gemini,双色荧光印刷,指南针图案在紫外灯下呈现两种荧光色。 4.维缩印刷文字。 5.防卫线,OptX迁入是金属线。 6.凹板印刷等等。 谢谢。 下次再见。